PY的科技都有做一些确诊的病人 而我们除了在里面会有做植物 或者塞诊这些高危险的方法之外 其实我们都会做很多治疗方面的活动 这个病人其实在ICU 就进入了10天之后出入ICU 我们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其实他都有些抗抗家 有些抗抗家 也在床上转身也转不到 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进去做 其实都很密集的关系 跟这些确诊的病人 每个病人我们做都有一个至一个半钟 为什么那么久呢 一来我们想用PPE用得好一点 二来其实你看到我们的动作其实都是慢的 因为我们都很关心的安全 虽然其实时间是长一点 但是我们觉得PPE用得好 我们也是觉得很安全在里面做事 对了 现在一个人就走一个人扶着 Good 从开始他睡在这里不行 到真的拿着那个人走第一步 我们其实都很开心 还有我们都会教他一些运动 在我们不在的时候他可以自己做 其实这个运动你现在看到的其实很难做 我认为在床在座可能一半人做到的 哈哈 他做到他做到 这个大概我们见到他三个星期左右 又不能动 变到可以用一只时的行动了 好了 您站住 是否前面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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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这个病人康复得那么好 其实都是整个团队的努力 它可以令到我们掌握到一个黄金的康复时期 我们都会和医生回报他的情况 医生又会在适当的时候下药 下药之后又可以配合到我们的rehab 再加上11楼同事的通力合作才得到今天的成果 做运动自己有没有看手机来跟着做 有 现在觉得休息 现在休息很多 你是不是有些鼓励的说话和病友说 我常常有 我可以 你自己都可以 大家 有点担心 我用这个护理医疗原来护理医生 护理治疗师都支持我们 希望大家能够 希望物理治疗报 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希望和能力 记住物理同行 活力再生 多谢